资深艺人无幻仪日前映好友愿穷丹,愿仔,邀请,为电视节目开工大集七十七,接受访问,畅谈多年演艺生涯的点滴,他透露当年参加无限艺员训练班入行,很快或派剧分量的角色走红,两年后却被冷戴安排眼闲脚,令他一怒下离开。 当时热恋中的他,任性没有想后果,跳槽到家室,怎料电视台倒闭,便索性结婚,吴幻仪育有四子女,丈夫后来患癌症,他要照顾家人又要拍剧养家,这是他人生最艰辛的日子。 人称,幻仪姐,的吴幻仪,在1973年参加艺员训练班加入电视圈发展,出道时年仅19岁,首部剧集《朱门苑》,令他成功上位,原本星途一片光明,但他竟选择两度离开电视台。 吴幻仪出入行,也是坐闲脚,自嘲又坏又饿死,所以角色只是做自己,自然好发挥。 到了1975年,吴幻仪因待遇问题而发怒离开电视台,他说,做了两年,突然找你做闲脚,加上不小心,NG就会有话听爱,毛,没,船过海了,当时我又开始拍拖,就不坐落。 吴幻仪当时恋爱大过天,再加上他不甘降级做闲脚,最终爱情成为他离朝动力,那阵子另一半都没说养我,总之都是任性了。 做事没想到后果,后来转去家室,怎知最后倒闭,就去结婚了。 吴幻仪24岁结婚,婚后育有三女义子。 好景不长,丈夫患上肺癌,期间吴幻仪要独立支撑家庭。 照顾丈夫及工作赚钱筹医药费,2005年老公不敌病魔离世,成为他人生最艰苦日子。 当时真的是不做不可以,还要向抱姐,罗兰姐借钱过难关,要拍剧还债。 不过我很,性格,可爱,自己的事不会哭,会面对落。 吴幻仪因要拍戏养家,亲子时间不多,幸好四子女很懂事,了解家庭的苦况。 如今三女义子接香港大学毕业,分别从事社工、飞机师、兽医、幼儿在电讯公司工作,一门四姐,并现时64岁的吴幻仪可以老怀安慰享清福。 但他仍期待好剧本降临,现在有戏拍就拍落。 不过我是没拿奖命的,当年很想拿,现在也想的。 但这些都是注定的,最重要开开心心,身体健康,看开点不钻牛角尖。 吴幻仪是香港历史上唯一一位曾为所有能够自制原创电视剧的电视台服务过的女演员。 小时候,吴幻仪在香港的尖沙嘴长大,家庭背景普通,父亲是商人,母亲是士尹。 尽管如此,他的活泼与热情在校园中得到充分释放,不仅参与校篮球运动,还积极参加各种舞台剧表演,为自己的未来埋下了才艺的种子。 中学毕业后,吴幻仪追随着内心的声音,决定进入电视圈。 当他得知无线电视台正在招考议员时,立即报名并成为第二期议员训练班的学员,于武卫国。 卢婉音等人成为同期同学,随后,他正式加入无线电视台,并开始与黄百明、高志森等人合作演出话剧。 起初,吴幻仪扮演的角色只是一些次要角色,发挥空间有限。 然而,仅仅两个月后,他就被监制相中参演电视剧《朱门苑》,凭借饰演《三少奶》的角色一炮走红。 当时的吴幻仪年轻无经验,拍戏都是本能发挥,并没有雕琢过演技。 随后,无线电视台让他在狂潮中扮演次要角色,并因为不小心Engie只拍摄失败,而遭人嘲笑,这使他感到受不了。 此外,在那段时间里,他正与某人交往,因仪器之下离开了无线电视台。 回想起过去,吴幻仪意识到自己年轻时太容易生气,不懂得珍惜机会。 当然,爱情也是他主动离开的原因,否则他不会因为一些小事拒绝签约。 当时即便是演一个小配角,他也需要在片场等待很久。 从早到晚,吴幻仪当时有些冲动,再加上心情不好,就选择了离开。 后来,他被嘉义挖角,并参与了七十集的巨制《红楼梦》的拍摄,扮演重要角色王熙凤。 当时二十三岁的他,虽然努力表现出色,但五官并不精致,服饰造型也不尽如人意。 再加上对人物权势过于保守,没有展现出人物的聪明和生活经历,无论如何,吴幻仪在嘉义期间至少得到了重用。 可惜的是,嘉义后来倒闭,他只能重新回到无线电视台,并参演了自己的另一部代表作品《季节》。 五年后,吴幻仪再次离开无线电视台,原因是被亚洲电视高薪挖走。 当时他已经56岁了,加入了香港电视网络,并参演了一些File TV的电视剧。 在2016年,60岁的吴幻仪凭借在电影《五个小孩的校长》中扮演的贤姐角色入围第35届香港电影金像奖的最佳女配角。 提名,可惜这个奖项最终被《踏血寻美》中的金燕玲获得。 尽管吴幻仪拍戏一辈子都没有拿到过奖项,但他对此很豁达,并表示这些都是命运安排。 他认为最重要的是保持快乐和健康,不要纠结于得与失。 虽然吴幻仪看起来性格温和,但在34岁时,他就开始给周星驰、刘青云等人饰演母亲角色。 而且年轻时非常喜欢夜生活,工作结束后会和朋友们一起跳舞,喝酒,享受美食,有人称赞他长得漂亮。 年轻时,他的恋爱比天还重要,甚至会为了恋人不顾一切的辞职。 婚后,吴幻仪和金燕生意的丈夫感情很好,他们共同育有三个女儿和一个儿子, 并且合作经营过欧美家具和旅行社,并参与电影拍摄。 然而,吴幻仪的人生并非一帆风顺,她深爱的丈夫突然患上了癌症,让她的生活陷入了巨大的困境。 在丈夫的病痛中,她为了家庭的生计不得不更加努力地投身于演艺事业,同时还要承担起养育孩子的责任。 这一时期,她向好友借钱渡过难关,拍戏还债成为了她的现实。 吴幻仪是一个坚强的女性。 面对生活的困难和挑战,她总是不屈不挠,从不轻易低头。 她不仅对自己的演技要求严格,还对子女的教育高度重视。 她坚持为孩子们录下墨写的课问,尽管工作在忙,也要确保孩子们的学习进程。 如今,她的四个孩子都成为了有用之材,成为了社会的一份子。 吴幻仪对演戏的事业并不是特别看重,更多是出于自己的喜好。 直到丈夫患病后,她渴望能接到更多剧本,因为需要承担养家的责任。 当吴幻仪的丈夫患病时,他们的小儿子只有12岁,长女还没有开始赚钱。 再加上为了治疗丈夫,花费了大量医药费,这段时间可以说是她一生中最艰难的时期,真的是无法回避。 在最困难的时候,她向抱起镜和罗兰借钱度过难关,幸运的是通过拍戏来偿还债务,回忆起往事。 吴幻仪特别感谢朋友们的大力帮助,而她自己则忙于拍戏,非常辛苦,孩子们都难得见到一面。 吴幻仪展现了她坚强的性格,她知道只有直面问题才能解决。 她十分注重孩子的教育,可以称得上是一位,严母。 即使不在家,她也会录下孩子们要默写的课文,让他们自己去完成。 无论多晚收工,回到家中她都会检查孩子们的作业,尽管对子女在学业上要求较高,但她也会尊重孩子们的意见, 放手让他们发展自己的兴趣,她的努力没有白费。 四个孩子都从香港大学毕业,大女儿成为社工,二女儿成为飞行员,三女儿成为兽医。 而独生子则进入电信公司就职,每个人都成为了对社会有用的人。 这让吴幻仪感到非常欣慰。 吴幻仪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在参加老友怨穷丹主持的开工大集访谈节目时, 她还特意为即将过生日的好友准备了蛋糕。 然而,怨穷丹却毫不客气地表示,最好直接给她红包。 吴幻仪则开玩笑地称她,俗气,老朋友们聚在一起时,他们说话随性自然,心情放松,没有什么刻意掩饰。 如今已经67岁的吴幻仪早已成为了外婆,但她依然期待能够有好的剧本找上门。 无忧无虑地她像许多香港老戏骨一样,热爱演戏,也不介意继续从事这个行业直至年迈。 岁月如歌,吴幻仪已经步入了老年,然而她对演艺事业的热爱依然未减。 她并不介意继续演戏,坐到老,对她来说是一种荣幸,经历了风风雨雨。 吴幻仪用她的才华和努力,书写了一段精彩绝伦的娱乐之路,让我们共同祝愿这位老演员。 晚年幸福,继续创造更多精彩。